那现在我想问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保证人 是不是一旦间发现脑动脉瘤 咱就要进行这个手术切除给它切掉 我们说的手术切除 是开颅的动脉瘤甲壁 并不是说一出现动脉瘤就必须要手术 因为百分之五的老年人 也可能存在动脉瘤 但是我们会评价的动脉瘤的形态 有没有高血压这样一些危险因素 根据情况也可能采取一个保守观察的 密切观察复查 来看待动脉瘤演变这样一个过程 但动脉瘤本身确实应该高度警惕 尤其在动脉瘤的形态不规则 甚至在复查过程当中体积在增大 动脉瘤本身在变化这种情况 可能就要采取手术干预的办法 这个时候我们在颅内当中 即使长了所谓的脑动脉瘤 但如果说它乖乖的 就老老实实地待在那 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和这个性慰的影响 也并不是很大 最怕的就是它突然间哪天 它不老实了 破裂了 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 在动脉瘤没破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感觉不到的 除非你做一些特别的检查才能发现 如果做检查 发现了未破裂动脉瘤 要根据它的形态 跟它的位置要做出一些判断 确实临床当中我们是会发现一些动脉瘤 然后去建议它密切观察的 比如说控制悬崖 减少危险因素 减少情绪激动这样一些 可能导致动脉瘤破裂的因素 但动脉瘤存在本身是 确实是有一定破裂的风险 而破裂以后可能会带来的症状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一旦发现以后 还是必须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来做出判断 要不要去马上进行干预 进行手术干预或者是观察